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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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拿武器是很難的 我們先介紹一些刀刀叉叉的能力 龍倫刀這把刀是力氣十二 靈效二十就能用 物理攻擊很高 而且戰技是冰雷劍 高舉刀身召喚冰雷 然後再劈一下 那一刻就下雷了 刀身會有冰雷的效果延續 即使用完之後 劈人也有冰雷的效果 接著是白王劍 白王劍的專用戰技是白王人力波 這把劍是吸敵人到自己身上 然後做傷害 算是一把重力劍 這兩把同一個地圖 就是在腐敗湖伴拿的 腐敗湖伴如何走過去呢 大家可以看我這部影片 即是暗月大劍的那部影片 這部影片大謊 說我用了三天做 然後大家不看 不過沒關係 我也知道太長了 所以我剪開它 如何對付腐敗湖伴呢 我自己硬勾血上去 而且有很多瓶水 所以基本上我走到半腦 喝一喝水 走到半腦喝一喝水 這樣做狂戰士方式 去解決腥紅腐敗的問題 如果大家遇到這個問題 不要緊 地下城有解藥的腐敗台藥 用了之後就可以治療狀態 我自己沒有用 但還是OK的 地圖的左上一點 我們會看到龍仁士兵 打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獲得龍倫刀 另外一把白王劍 需要走到升降台的位置 這樣應該可以發動那隻敵人 打完敵人 就可以獲得白王劍 聽說有兄弟說 看不到那隻敵人 我懷疑他可能沒有開升降機 然後跳過去 就看不到那隻敵人 不知道什麼原因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不妨留言 另外一條路是走上去的 影片到這裡 接下來就是我拿劍的路線 希望能幫到你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就是他上 Behem so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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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